你说我又好回来 袁大人 你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说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不是 你一会儿袁大人 一会儿又是司马查你 你隐瞒身份 你装神弄鬼 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 好啊 我也想干什么 袁世凡 你这个放在你床 我赶快放我 春宵一刻值千金 既然你嫁给了我 夫妻动房不是很正常吗 我动房你个鬼呀 说不说 救命 站住 你想干什么 严大人 你怎么在这儿 在场雨落花迷茫 撕乱交错终 怎么 都是来给我闹洞房的 出去 我当是哪个部长演的呢 原来是陆前世的 这么晚冲进我的婚房 可有要事啊 婚房 那司马查安呢 主持人 我没得了 关门 那众主持人 你怎么在这儿 跟她说 你把我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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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做到的 你把我做到的 你做到的 这原姑娘 我就先带回去了 陆迁是何意啊 她可是我明媚正确 娶回来的 没有什么权力把人带走 袁闹队 袁大人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您要取的人是淳于敏 而并非是袁金霞 前知道弄错了 自然应该马上纠正才是 不用我提醒袁大人了 司马长安这个身份 既然是假的 那您就无权换更帖 立婚书 跟淳于敏的婚事 自然也就作废 袁大人 您可要考虑清楚 嗯 您说得有道理 可是我严世翻要女人 还需要婚书吗 陆迁师 我现在倒是挺感兴趣的 能让陆迁是不顾一切的女人 你到底是何滋味 到底是何滋味 陆一 你可想清楚了 今日你真的愿意为这个小姑娘 与我撕破脸皮吗 虽然歇轻子 罩发 既然我今日来了 既然我今日来了 这人 我就一定要带走 我 让谁与争锋 写起暗涌 明明的柔转 看破日识变幻 严峰 让他们走 不想挡猜 追逐不去城外 人里在 只知天涯 微光 漫幕悲闯 无聊 心中的你 往心强思考 大人 大人 今日 谢谢你 原本以为今日我逃不过那一劫了 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 大人出现了 因为我得罪他 值得吗 我可以容忍他将我踩在脚下 却见不到他伤害你分毫 以前我想过 将来与我相伴一生 生儿育女的女人 是什么样 却怎么也没想到 我 会是你这个样子 对 会是你这个样子 你这种姓化 是什么样子 你这个样子 你这些人 这些人都不肯定都不肯定 这些人都不肯定 这些人就肯定是生儿肯定 几个人 在根本中生了 所以我希望他感觉 你来这种人 你真不肯定 少年少的我们 光阴下的两个人 现在人正物正都在 你觉得我是在夸你吗 人正物正 原来大人是个指路为马 颠倒黑白的人 想快点好的话 就把药给我用 就是希望陆大人 能够开开心心的 每天多笑一点 不要只天眼望脸 大人 大人 这么重要的东西 可不能丢了 大人您放心 为神定让你好好活着 大人 如果老天爷 真的把我收了 请千万不要愧疚 被之人心甘取暗的 光阴下的两个人 多想就这样平凡安稳 像静下的夜宁静而纯真 提香港 restrictions 请千万不要愈我 请 показ 我 受生送给你了 就是不准你死 恶秦英深入我心 我可以容忍他将我才子脚下 但却见不得他伤害你分好 原来这不是梦 我袁金夏这么讨喜 大人爱我也不奇怪 就是这样 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对了 我听下人说 淳于老爷把淳于敏送回司马府了 是啊 虽然严世藩假冒司马长安之名 但那毕竟是明媒正确嘛 他父母也都同意了 所以即便是我 也没办法干涉 那我们要是去告发 司马长安和严世藩为同意人 会不会有转机啊 你忘了 要淳于起的 是要舅舅 舅母 不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事就没有转换的余地 那怎么办呢 好歹她是你的表妹啊 她虽然是我的表妹 但我该做的都做了 她不领情也就罢了 还敢来伤害我的人 我自然是要护着你的 大人 若有一天我犯错了 你也会如此公私分明吗 当然了 所以啊 你就应该乖乖的 以后我说什么 你都要照着去做 这样才不会出差子 只是 这个严世藩既然假冒司马长安 这我倒是完全没有想到 是啊 我看见新郎官是他的时候 我也着实吓了一跳 而且在淳于敏之前 他已经连续娶了两个女人了 能不成 他有搜集美女的癖好 可严世藩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得不到 干吗非得来杭州 还扮成商骨的样子 一会儿又是伴丑 一会儿又是扮什么 三花大会 迎娶名女 我实在想不通 也许是因为官家人的身份 行动起来 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对了 我在司马府听闻 这次的陪嫁嫁妆里 有马场西侧的一块地 严世藩取淳于敏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严世藩想要的 有什么得不到 如此迂回 背后一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地方吧 把东西搬过去 快点 动手动马里点 快快快 这是淳于家马场西侧 那块地的地积 此时公子已经筹罚许久 万不可出丝毫的查阻 否则 那个高克挨个 我在司马府看到过 就是他们在说这块地 极为重要 严世藩筹罚了好几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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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他们都在搬什么 这江南地区 是东汉树地 开采过铁矿 叶连技术也十分紧步 这应该是个矿脉 矿脉 若真是矿脉 这利益可难以攻算 动手快点 好 公子 公子 叶世藩 这批矿石 此处挖出来的矿石 从色泽到质地 都比别处强 好 公子 快 这批矿石出造出来的堂皇 比之前的更加精细 更坚韧 嗯 嗯 成品就这些吗 对 因为矿开采出来数量不多 所以只能打倒出这些 叶峰 公子 多增召些人手 把我们之前探到的那个铁矿 也开采过 这产量一定要跟上 是公子 我会交代下去的 这几车先发货吧 是 是 你们几个 来装车 快快快快 走 来 你们给我快点 走 好了 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注意小心 是 走吧 注意小心 快点 周深 给 过 大人 你们是谁 不是你问我 是我问的 山洞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要不说立刻杀了你 我叔叔 一头是黄帝 另一头是野炼炒 炼的就是弹簧 对 你还知道什么 说 我家祖上 一直是起朝廷开采铁矿的 先祖常年立于矿体中 所以对这寻矿之术极为精通 几年前司马公子抓了我 逼我替他寻矿麦 司马公子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里有矿麦 朝廷怎么会不知晓 这矿麦哪有那么好找 有的麦藏得深 就算挖断手也未必能发现 若不是我祖辈 常年在矿地挖矿 积累了不少经验 惜得这寻麦之法 哪里能找到这里 不过 这地下铁矿虽多 却被山脉所隔 分成了东西南三处 我知道也 我知道司马长安 为什么要娶那些女人了 因为他们都会被指定 一份陪嫁嫁妆 而这些嫁妆里 都有一份含铁矿的土地 这矿麦私人本就不能开采 尤其是铁矿 只要一旦被发现 可是杀头的大罪 再加上 拥有着三块地的家族 势力也不小 所以既不能强行占地 也不能刻意去收购土地 所以他为了掩人耳目 就想到了结亲的办法 花了几年的时间 把这几块地都集齐了是吧 对 他胆子也太大了 他竟敢私踩铁矿 把他带回去 是 陆迁师 你还真是有本事啊 此处如此隐蔽 又戒备森严 你们是怎么监来的 陆某奉旨禅 很意外 又见到铁矿了 意外 你哄鬼呢 刚刚你们两个 蹲在山上 偷偷地盯着我 我早就发现了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那请问一下小姑娘 严某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 需要你们锦衣卫和六扇门 联合起来 跟踪调查我们 还装 你这四 什么 小姑娘 你现在见着我 怎么对我这么凶啊 我还记得 你之前穿着火红的嫁衣 躺在我的婚床上 那楚楚可怜的样子 实在是 那感觉 真让我暗示手啊 你别说 臭不要脸 怎么还骂人呢 好好好 我不说了 免得惹你生气 好 既然严大人 没做什么亏心事 那我们现在可以离开了吧 严峰 送一下陆迁士 是 公子 我什么也没说 嗯 好 好 好 大人 严世帆估计已经知道 我们在查他私自开矿的事情了 日后再想查 怕是难了 我知道 好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以后这样危险的事情 不能才带着你了 大人 这回严世帆 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有些事情 早晚都要谈开 即便我没有发现他秘密 他也不会放过我 莫非大人已经有了 对付严世帆的方法了 不是严世帆本人 我只是将司马长安私自开矿 也连弹簧的事情 修书回京了 不过 严世帆和司马长安 实为一人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证据 根本无法制证 有证据 我能作证 不行 你不能牵扯进来 我不能让你犯险 大人不是也有危险吗 我不怕 我跟你一起面对 你和我一起 只会拖累我 我自己面对 反而更轻松一些 那你就让我拖累你吧 怎么 我现在说的话 你都不听了 你就应该乖乖的 以后我说什么 你都照着去做 嗯嗯嗯嗯嗯嗯 嗯哼哼